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高层人士传出调整 9月27日 中共前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 被免去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的职务 由刘伟接任 综合媒体引述中国交通运输部官网消息 9月27日上午 在中国交通运输部领导干部会议上 刘伟被任命为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免去李小鹏的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职务 9月25日下午 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 2024部长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共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主持并讲话 这也是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59岁的刘伟 早年长期在中共河南官场任职 2020年1月起 先后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 党委委员等职 2022年4月起 先后任吉林省委副书记 北京市委副书记等职 现任第二十届中央委员 现年65岁的李小鹏 早年曾长期在中国电力工业系统任要职 从2008年5月起 他先后任山西省委常委 副省长 省长 省政府党组书记等职 李小鹏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 成为得票倒数第一的中央候补委员 2016年8月起 李小鹏任中共交通运输部党组副书记 部长 负责交通运输部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 2023年3月的中共两会 他连任交通运输部部长 之后任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他也是中共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常委 此前有报道说 李小鹏之所以能出任交通运输部部长 是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想安抚元老 李小鹏离开的山西乃是非之地 曾发生他方式腐败 在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 李小鹏落选二十届中央委员 李小鹏是总理李鹏的长子 其胞弟李小勇因早年犯案已移居海外 其胞妹是被称为电力一姐 现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李小林 此前 由李小林一手组建的中电国际与国家核电合并 但李小林却被请出局 调指大唐国际人三把手 这个意味深长的人事调动 引来外界纷纷猜测 最热传的说法是李鹏家族的势力明显减弱 在从政前 李小鹏长期在电力系统任职 并被称为亚洲电王 2008年5月 李小鹏弃商从政 调任山西省委常委 由于是李鹏长子的关系 李小鹏一度被认为试图看好 但据知情人士指 李小鹏弃商从政到山西任职 原本想以此为跳板上吊反京 但在试图进入能源部任职时受阻 在山西八年 李小鹏前五年军事任副省长 直到十八大后 2013年才升任省长 就任省长五年间 山西经历了励志他方式腐败和经济全面下行 在此期间 作为一把手的省委书记 山西先后经历了袁纯青 王如玲和骆惠宁三任省委书记 但主观调整时 李小鹏始终无法顺位升迁 经过此番人事调整 时事评论员邓宇文发文认为 李小鹏今后或要退居二线 看看明年能否进政协做一个副主席 但他估计或许很难 在习近平治下 多名红二代的仕途备受阻挠 李小鹏是一例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锋 则是另外一例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之子胡海锋 在地方沉寂近六年后 今年一月中获任命 升任民政部副部长 美国之音报道 胡锦涛二零二年底 被强行驾出中共二十大会场 遭现任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斗垮的传闻 如上尘销 也给胡锦涛的儿子胡海锋的仕途 蒙上阴影 胡锦涛卸任后 胡海锋才展开仕途 他于2013年5月 出任浙江省嘉兴市委副书记 2018年6月调到 该省偏乡贫穷的利水市 担任了将近六年的浙江省利水市委书记 过去六年来 至少十次传出升迁消息 传闻新职务如福建省常委 兼组织部长 西安书记 大连市长 浙江省委常委 兼省委秘书长 河南省委常委兼郑州书记等职 但都一再落空 直到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在今年1月16日 透过网站发布消息 胡海锋已获任民政部副部长 对此 现居纽约的政论人士 陈破空受访时表示 习近平或为修复国际形象 或为安抚党内势力 试图缓解其与中共团派 和前领导人的关系 他说 在胡海锋升监前 习近平去年11月 以率先拔着国务院前总理 温家宝女婿刘春航 任命他执掌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新设的科技监管司 去年12月 他还指派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 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 前往东非 出席马达加斯加 后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而胡海锋升职到民政部副部长 陈破空认为 应该是习近平对胡家的一个安抚 不管胡锦涛同意还是不同意 有什么意见 至少习近平做了这一步 是示好胡锦涛 起一个安抚 拉拢的作用 也未了堵住众人悠悠之口 不想落下他把团派团灭的说法 现年51岁的胡海锋 试图以远远落后 许多70后的副部级官员 陈破空说 相较其他部会 民政部是个冷崖门 未来胡海锋球表现的机会不多 能否继续高升 也是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 审明适则研判 胡海锋的仕途顶峰 可能就止于正部级官员 但不会在重要部会认知 不过 这对胡海锋本人来说 倒不见得是坏事 毕竟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中共官员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剧增 被失踪 卸职调查的 一个接着一个 胡海锋若能做到65岁退休 也能趁得上是善终 中国经济陷入停滞 先来看到一连串的经济数据 27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8月工业利润再次大幅收缩 给近期一系列惨谈的数据再新增一笔 显示出中国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路透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继7月成长4.1%之后 8月工业利润年成长暴跌17.8% 今年前8个月的利润成长 从上个月的3.6%放缓至0.5% 9月以来公布的一连串疲软经济数据 加剧了人类对复苏缺乏动力的担忧 促使全球券商将2024年中国经济成长预测 下调至低于5%左右的官方目标 另外 彭博报道 中国30年期政府供债的殖利率 预计将在大约20年来首次低于日本供债的殖利率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景暗淡的情况下 中国的长期殖利率持续跌至新低 而日本的长期殖利率则攀升至13年来的最高水平 因为人们压住第四大经济体 最终消除了通货紧缩的祸害 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 中国30年期供债殖利率本周跌至2.14% 至少是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日本则攀升至约2.07% 尽管中国的困境提振了投资者对债券作为避险资产的兴趣 但日本债券却因通膨卷土重来 以及该国负利率政策的结束而遭到抛售 在债券市场 中国的短期殖利率远高于日本债券市场 东京资产管理第一有限公司固定收益经理吴金黄表示 中国似乎正在走日本走过的路 但由于政治制度的差异 中国走的方式有所不同 中国正面临着经济挑战 例如不断恶化的人口结构 这些挑战就像千层苏一样不断累积 不过对于安置银行MV来说 中国最新的刺激方案仍不足以阻止债券需求和殖利率下降趋势 这意味着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 中国的殖利率可能会低于日本 该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林恩宋表示 较低的利率将再次扩大银行存款和债券之间的差距 因此短期内长期国债收益率将成下降趋势 资金将回流至债券 中共政治局9月26日开会讨论经济形势 观察人士指出 政治局9月召开经济会议比较罕见 显示经济问题紧迫 习近平主持会议 承认存在新的情况和问题 这也与习近平的个性不符 法广评论指出 即使从政治局会议纪要前 眼后藏的官司行文也流露出焦虑 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政治局会议没有说明新的情况和问题指什么 但这种说法显示承认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 而且这些问题引发了担忧和不满 夏文的表述似乎由此而来 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正是困难 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24日以来 北京当局连日宣布降准降息 降存量房贷利率 降低购房最低首付比例 中共中央国务院25日下达就业24条 把已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作为底线 根据路透社26日援引知情人士 中国计划今年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 1万亿用于刺激消费 另外1万亿将用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债务问题 中共政治局26日的会议 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 连日来推出一系列救市 及提振经济措施的重要性 根据外界分析人士的看法 这些措施显示习近平领导的 中共最高层的政策转向 而这种转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 这也意味着 习近平之前对中国的经济形势 有着明显的误判 根据彭博新闻报道 中国央行连续推出的降息降准措施 似与南方经济大省主要官员 向习近平示警有关 拒指广东省的官员表示 2024年的GDP预期难以实现 24日 中国央行宣布降息的会议 仅仅是在48小时之内才决定的 可见最高层的焦虑情绪 房地产危机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民众消费意愿低迷 这不是最近几个月才出现的 习近平为什么这一次 能听进去地方大员的警告 显然 问题已经严重到了 官方自己制定的5%左右的 经济增长目标 可能将是一纸空文 中共高层 尤其习近平本人到了不得已承认这一局面的时候了 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时使用了这样的说法 这是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 中国经济一直受到房地产危机和家庭消费疲软打击下 采取的紧急措施 显然 中国的经济形势如此严峻 与新冠疫情阶段中国政府采取的激烈的抗疫政策密不可分 中国经济失去往日的强劲增长 有其结构性问题 有其不可持续的规律 但问题严重到今天的地步 与习近平三年抗疫期间要求坚决清零不动摇有重大关系 而且 新冠三年期间 中国拒绝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战狼外交逆势崛起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严重对立 这一切都大大加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 法新社26日的分析也指出 中国庞大的房地产业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不足影响了消费 而与华盛顿和欧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正威胁着中国的对外贸易 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 从中共政治局会议的表述来看 也凸显了某种突然的转变 会议强调实时有力度的降息 彭博社报道分析 这与官方通常的模糊表述形成鲜明对比 还有分析则指出 上述纪要中没有提到 通常用于描述货币政策的审慎字眼 这表明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也充满了紧迫感 会议强调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彭博社分析 这是自中国房地产危机以来 政治局首次明确表示 要推动市场反弹 中共政治局会议还强调 要守住兜劳民生底线 重点做好应接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 脱贫人口 零就业家庭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 帮扶低收入群体等等 这似乎意味着 当局意识到 这些因素可能是引爆 大规模社会动荡的问题 对于北京当局连日 推出的刺激政策 外界分析力度超过预期 股市反应也相当积极 但也有不少分析认为 不是长远之策 还有观察人士批评 这是三板斧 不计成本 只求解决燃眉之急 后果难以估量 具有非常鲜明的定于 一尊的韧性风格 然而 近日北京当局放任 中国人民银行狂印钞票来救市 有分析就指出 此举显示 中国正处于由基建投资时代 向金融资本投资时代 过度的危险节点 但这些就是手段 只是在解决 央企流动性危机 无法缓解经济的根本困境 在中国宏观经济和企业获利 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 印钞拉股市和房市 就是收割韭菜 是股灾的前兆 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新巴微化 自由财经引述拥有5.9万粉丝的 X平台账号 昆仑 9月26日发文指出 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 今年GDP预期严重衰退 终于逼迫北京当局重锤出击 祭出以提振股市 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刺激政策 文章并分析这些政策的影响 以及所揭示的政治本质 文章指出 这些刺激政策的核心目标 就是提振股市 显示绝大部分央企 目前陷入严重的现金流危机 这是将股市座位 就是目标的根本原因 将股市拉高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 才能让关键央企 借机套利 缓解现金流危机 其次 这些刺激政策的推出 也代表以房地产为主的 基础投资模式终结 前副总理刘鹤主导的 供给面改革失败 中国经济迈入央行时代 金融资本时代降临 虚拟经济 平台经济 资本经济 将是未来五年的黄金时代 第三 这次刺激政策的巨大力度 说明了中国经济危机的严峻性 也决定了刺激周期的短期性 如此目标单一 定位直接的就是手段 无法反映经济的长期趋势 也无法缓解经济的根本困境 只能解决燃眉之急 昆仑在文章总结说 这套组合权的发布 具有非常鲜明的 定于一尊的韧性风格 不计成本 不计后果 只求鲜花和掌声 反映出当前经济困境的严峻性 已逼迫最高层 只希望能治标 对资本根本没有任何指望 并认为中国股市 至少会有半年以上的多头市场 直到央企完成套利 投资人在此阶段能跑就先跑 另外 拥有51.3万粉丝的 X平台账号新闻调查 9月26日也发文指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贤 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顾本赔源 方式拉不动股市 直接放终极大招 让中国人行印钞买股票 破了现代央行成立以来的先例 就是无毛印钞 26日上 整综合指数 正式正式突破3000点 一周暴涨12% 在中国宏观经济和公司盈利 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 印钞拉股市 就是收割韭菜 是股灾的前兆 文章说 中国人行完全放弃自我约束 完全放飞自我无毛印钞就股市 就房市 就财政 这是准备最后放一个大烟火后 让中国辛巴威化 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鼓励财政多花钱 搞基础建设 保交楼 扶持破产的房地产公司 墨前的话 就由中国人行印 这是印钱就股市后 又一个大招 1994年分家的中国人行和财政 又合成了一家 回到政府要用钱随便印的模式 太恐怖了 文章警告 不输一年 中国就会出现恶性通膨 又一个大轮回开始了 底层的百姓能出国的拼死出去 买美元买黄金 屯粮 准备迎接最寒冷 最漫长的冬天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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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镜 本